轻轨卡在路中间狂按喇叭 居然是有行人挡在车头前面 被扒还不退让 穿黑衣的阿伯扶着告示牌 动也不动还疑似跟司机瞪眼对峙 就是不给过 霸占轨道一分半钟 车来车往喇叭声狂响 但阿伯似乎没再怕 小死耶 离谱站路全被募集 网友傻眼 这个应该是轻轨优先于行人 还是行人帝王条款无事一切 不要命耶 如果被撞到也是会出事的 变累啦 看看哪个条款会获胜 很危险啊 就是我在讲 我可能会往后退让他过 有遇到就是也有人站在那个中心 然后在那边挡 好几次了啦 然后又汽车挡到的啦 政府是不是要硬起来 不符不合规定的 就是应该要照法规来处理 还是需要有 有保全人员来控制一下局面 行人没礼让轻轨挨罚五百元 但如果是恶意挡路 这下事情可大条了 令男子是否需遇阻挡轻轨通行 警方查气盗案后 将查明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 于送侦办 轻轨乱象持续上演 行人离谱挡轨道不进也不退 交通大打劫让人直摇头 记者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